哈喽大家好 我叫秦凯伦 是来自蚂蚁集团的工程师 非常感谢大家这次在百忙之中 初共参加KubernetesChina线上峰会 一起来听我的演讲 我本次演讲的主题是 为KubernetesSecret披上无形的盾 接下来我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我的介绍 首先我将介绍KubernetesSecret是什么 也将介绍它的演进发展历程 社区和已有解决方案 他们对KubernetesSecret做的一些已有的工作和存在的问题 然后我将介绍蚂蚁是如何结合可信执行环境 Trusted Execution Environment也就是这里的TE 与KubernetesSecret Protection进行结合 实现了一套端到端的方案 并且在这套方案的落地和实践的过程中 我们遇到了问题和解决的方法等等 接下来我还将通过一个demo的形式 向大家展示 在引入了TE保护之后 Application是如何做到向用户 开发者和info owner完全透明 以及TE是如何保护 Application中敏感数据的机密性等等 最后我将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和展望 首先让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KubernetesSecret Secret顾名思义 存放的是一些敏感数据和信息 想必大家在自己的工作和开发过程中 总有使用过一些Kubernetes Secret的经验 那么譬如当你的Pod需要访问一个数据库的时候 那你就需要首先在Kubernetes APS Server端去创建一个Secret对象 那么这里的Secret对象就是数据库的User Password 其实Kubernetes Secret还可以保存AOS Token SHK等诸多内容 然后这样的Secret对象就会被存放在ETCD 这样分布式存储 纲中 既然Secret保存着Pod的敏感信息 那么他们自身的安全性又怎样呢 可以说Default的Kubernetes Setup里 ETCD的内容是不经过假密的 他们通常只有Base64编码 然而在Kubernetes 1.7之后 社区引入了为ETCD和静态加密存储的一种方案 他们还通过引入local和remote的increption provider 为ETCD中存放的内容提供加密服务 那么localincreption provider非常好理解 其实就是在APS Server端为每一个Secret 生成一把Data Increption Key 我们这里简称Dkey 它会为Secret进行加密 并将加密后的密文存放在ETCD中 而另一种remote的方案则引入了KMS 这种远端服务 譬如Ali的KMS 并通过接入一个KMS client 来接偶对接不同的KMS 这样从远端获取的KMS 提供的KMS就可以用来加密Data Increption Key 并且将加密过后的Secret和Dep 以数字兴封的格式存放在ETCD当中 那么这样看下来我们的Koopers NetSecret似乎安全性得到了相当大的提高 但是这样的方案是否就千亦无缝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由于我们引入了远端的KMS 所以一个通常的做法就是将Dep 发送给远端KMS进行加密后再返回 这样由于针对每一个Secret 我们都会生成一把Dep 然后这样Dep又需要去加密 那么就会可见的增加不少的网络开销 从安全方面的角度去考虑 从左图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红色部分里面 都存放了大量的敏感信息 包括Dek,DekCache,KekCache,Secret,CoopConfig等等 他们都明文存放在内存当中 存放在内存当中的数据并不安全 一些记忆高超的hacker或者是恶意的admin 他们其实是可以泄露这些机密的信息的 那么尤其是当Kek被泄露之后 我们会导致所有的Dek被泄露 从而导致Secret被解密 从而导致整个信任链的崩塌 那么另一方面 如果我们看将自己的scope 延伸到Client端和Secret的消费端 我们可以看到Secret的生存 以及Secret的消费也都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此外由于KMS plugin暴露了Dek decryption的接口 也会导致伪装者可以去调用这样的接口 使得Dek被解密 从而解密你的secret 所以总的来看 先有的Kubernetes secret protection 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方案 那么回到蚂蚁的业务来看 为什么我们对Kubernetes secret的保护 就有这么强烈的需求呢 首先我们的Kubernetes集群采用的是 Kubernetes这样的一个部署模式 简单来说就是用Kubernetes 部署在Kubernetes之上 用Kubernetes管理Kubernetes 目的是为了提供自动化的集群部署和管理 同时提供一种Kubernetes as a Service 这样的使用体验 有左图我们可以看到 Kubernetes这种部署模式 有大量component 并且component之间的交互非常的复杂 对于整个集群的用户管理 用户接入管理 我们通常是一般来说是相对的突放的 由此可以知道就是 在Kubernetes部署模式下的secret管理 就显得格外的重要 另外对于蚂蚁而言 提供金融集的安全 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 也是我们存在的基准之一 所以提高Kubernetes secret的安全水位 对于蚂蚁来说变得必不可少 基于我们对于Trusted execution environment 也就是可信执行环境的技术积累 我们考虑使用TE的技术 来去保护Kubernetes secret 那么首先TE是什么呢 简而言之就是用 Processor 来保护的一个secret secure的安全的这样一个区域 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Intel SGX 它可以通过硬件的强隔离 和这个memory加密的形式 使得Hardware和Software 无法attack这个application中的敏感数据 也就是说application中的这个data 只能被applicationowner自己所访问 而infoowner所拥有的这个OS和VMM 无法窃取这个隐私数据 以及hacker也不能就是亏测到application的敏感数据 那么如何将TE 与这个community secret 保护做结合呢 我们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将KMS plugin 放进这个TE之中 那么这里在Google.com NA2019的时候 英特尔的同学也提出了一个类似的想法 那么这里解决了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performance 和latency的这个concern 由于引入了TE-based KMS plugin 我们可以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将远单的KMS的KEKEY cache到本地 从而减少远单KMS的交互 从而减少这个网络开销 从安全的角度考虑 由于我们enable了这个incruption provider 使得ETCD里面是密文存储的 所以一旦ETCD compromise 我们并不会泄露任何的明文secret 而即便是host上的KMS plugin被compromise 它依然也不能窃取到我们的DKEY和KKEY 因为有TE的内存加密网户 然而这并不能解决 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 KMS plugin的DKEY decryption接口 被伪装者调用的这个问题 我们也不能解决 DKEY自身的生成是在APS server端明文生成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为此我们考虑也将KMS provider APS server中的KMS provider放进TE中进行保护 这样即便是host上的KMS provider compromise 我们依然也不会泄露DKEY和secret 同时 基于这个TE与TE之间的enclave attestation机制 我们可以保证 确保调用DKEY decryption接口的软件实体 是一个可信的软件实体 是一个期望的不被篡改的软件实体 如果我们将我们的视野扩展到client端 我们可以推测到 通常我们的client端 都是运行在一些更不可信 或者说更不受控受限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中 那么一旦client compromise 我们会带来哪些问题呢 一方面因为client端持有访问整个 cubernetes集群的cubeconfig 所以这些cubeconfig可以被恶意的attackers利用 另外cubeconfig往往是落盘存储的 所以这一旦一定程度上方便了这些恶意攻击者的重用 此外 就是一旦cubeconfig泄露 我们就可以泄露这个相应的secret 所以我们也考虑将整个cubecontrol 除了cubeconfig和secret生成也放进其中 以防止或者规避client的compromise 此外 这也确保了client可以确保自己的secret 是交付 托付给一个可信的软件实体 通过unclave的testation机制 最后我们也考虑到了 就是cubernetes之中secret的消费 这个过程中的secret的安全性问题 当一个pod需要使用secret的时候 它需要通过copulate向kmsprovider 或者说APS server去获取这样的明文的secret 那一旦node的端被供货 那么secret就会泄露 所以我们也考虑将copulate放进te之中 那么总而言之 我们就形成了这样一套端到端的解决方案 我们试图利用te的这个硬件强隔离 内存加密和attestation机制 来确保整个生命周期的secret cubernetes secret 在它的生存保存传输和使用过程中 都是受到te保护的 那么简而言之 我们的这一套方案 主要解决了如下几个问题 首先解决的是说d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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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ret和kubeconfig 被明文存储在内存中的问题 我们通过te的内存加密 印记强隔离保护的机制 来防止它们被窃取 另一方面 我们保护了DK和Secret的加解密的过程 在接下来我们还通过引入attestation机制 确保Secret的传递 以及调用DecruptionSecret的这种接口 是发生在可信的软件实体之间的 那么有了这样的方案以后 我们在蚂蚁落地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问题 我们又做了哪些决策和方案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KMS Plug-in 右图是KMS Plug-in我们设计的incraption和degraption的workflow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 我们试图将API Server中的KMS Provider和Master上的KMS Plug-in放在T1之中 那么我们这里做了一些工程上的决策 譬如API Server主要负责DK的生成 Secret的加解密 而KMS Plug-in则不负责或者说不touch任何Secret 而只是负责DK的加解密 以及KK的cache 而KMS Plug-in的部署模式 我们采用了SETCLUB的部署模式与API Server共同部署 所以与API Server具有相同的生命周期 并且确保每一个master node有一个KMS Plug-in 我们还引入了新的annotation来enable和disable这样的encrapted secret功能 我们还为KMS Plug-in增加Limedness Probed来检查它的健康状态 右边是KMS Plug-in和API Server的configuration 可以看到KMS Plug-in的configuration里面 除了自身应用的config以外 还包括于远单KMS交互的身份证书 以及提供的静态密钥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为了提高性能 我们还为API Server的KMS Plug-in 分别设置了映射 譬如为API Server提供了encrapted DKEY到DKEY的Mapping 为KMS Plug-in提供了secret keyname secret keyversion到secret keydata之间的Mapping 从而enable caching 最后在实际的生产实践中 我们还针对灰度发布 这个应急处理和监控三个方面 为KMS Plug-in做了一些增强 譬如在灰度发布过程中 我们通过增加新的Mutation Secret这样extension Webhook 以及增加Storage Transform Disabled Annotation 来控制灰度策略 在应急管理这方面 我们除了确保各个组件的HA之外 我们还为KMS Plug-in增加了定期的这个KKEY的保存或者说备份 KKEY的强制更新 一键Decryption Aliminist Probe 以及静态的密钥Provision等等功能 在Monitoring方面 我们直接对接了内部的Kolomi 修斯 并且增加了Latency 这个Incryption Decryption Latency和Fillia Times这样的Metrics 我们还为这个GeoMetrics里面 还包括这个KMS的健康检查 但是实际在与TE结合的过程中我们还是遇到了一些困难 其中一个困难就是SGX的物理服务器并没有办法满足API Server的性能需求 为此我们提出一种KMS Plug-in as a Service的方案 将TE-based KMS Plug-in 部署在一个我们自己的TE Cluster上 以服务化的形式对外暴露服务接口 在这之上我们通过多个SGX的节点 上面部署SGXDevice Plug-in的DemonSet的形式来提供SGX的支持 同时将KMS Plug-in自身以Deployment形式进行部署 在交互方面 我们采用HTTPS加上ConnectionReuse来确保性能 同时使用X50就来保证安全 在KMS Plug-in之间的P同步方面 由于我们基于Version-based的P管理 所以并没有做额外的同步工作 这样的一个As a Service的方案 使得我们对KMS Plug-in以及KubeAPI Server 都需要做一些支持HTTPS的改造 接下来我想介绍我们的另一个重要Component 叫做安全CubeControl 安全CubeControl的四个Design Go主要是第一个 让这个CubeConfig对于CubeControl的用户来讲是完全透明的 另外我们希望将CubeConfig的证书 与用户的这个identity身份完全的绑定起来 对于安全方面 我们希望CubeConfig永不落盘 然后TE能够作为一种可选项 对这个memory进行保护 为此我们的解决方案包括哪些呢 首先在获取CubeConfig方面 我们通过与IDP的这个interaction来 就是提供了两种 一个是跳板机模式 一种是非跳板机模式 来获取签发的CubeConfig 那么将CubeConfig不落盘的这个方案中 我们提供了一种Proxy Mode 通过使用CubeControl去 spawn一个CubeControlProxy的这样的一个进程 同时将进程放置在TE之中 来确保这个CubeControlProxy中的CubeConfig是完全安全的 在与APS Server的交互之中 我们需要通过Proxy与APS Server进行交互 此外我们还通过引入全局的CA 使得用户能够使用一本CubeConfig 来访问不同的集群 在不同集群间做context switch 然而在实现了上述两个重要的component之后 我们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 那就是TE自身的开发是有一些门槛的 那我们以SGX为例 譬如SGX往往只能通过CC++来进行开发 另外TE的application需要经过一些分割 才能够正常的运行在Uncliff里面 那么对于一个正常的云原生GoDeveloper方面 这给他们带来了相当大的困扰 此外对于user而言 往往针对SGX和Non-SGX版本会release出两个binary 而两个binary在运行起来之后 又表现出完全不同的行为 这会让他们非常的费解 而对于Infra的owner而言 对于如何去部署或者升级这样的TE application 也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为此我们这里提出了一个TE transparency的概念 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复用相同的code base 所以说使得对于Developer而言 就是完全相同的API逻辑和迭代的计划 而对于用户和operator而言 那么就是可以有完全相同的使用和部署体验 而TE仅仅作为一个option 可以在不同的hardwareconfig 以及这个businessscenario下 去进行启用或者是关闭 为此我们主要研究了四种方案 一个是go-kms-plugin加上cgoes-stress function c再加kms-plugin rust-kms-plugin 以及直接使用go-kms-plugin加te-lab-os的形式 最终我们采取了最后一种形式 原因是这是唯一一种可以保证te-transparency的方案 为此我们引入了一个蚂蚁字研的te-lab-os 一个业界领先lab-os叫做oclum 来实现这个te-transparency 那么oclum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 刚刚我们有提到说 enclave的开发或者说te的开发是存在一定门槛的 原因在于sgx hardware存在一些 limitation 还是需要我们的application运行在ring3 并且不能调用一些syscore 而oclum的主要目的就是使得我们一些传统的application 在不做修改或者只做减要修改的情况下 就能够运行在te里面 并且提供multitasking这样的功能 那么oclum具有的四个主要功能 一个是usability 非常易用 它设计了一个container-inspired interface 我们过后会详细介绍一下 另外由于oclum里面 在enclave里面支持了多庆存 使得它能够具有高效的multitasking 另外oclum还支持了多种的file system 此外oclum自身是由Rust开发的 Rust是一门内存安全的语言 所以oclum的安全性也相对较高 所以从右图我们可以看到 说oclum在这里扮演的角色 其实就是enclave中trusted的application 与外部的untrustedOS之间的一个桥梁 从而降低应用开发者的开发门槛 并且防止tacker去从TEE中窃取任何的机密信息 刚刚我们也提到oclum的container-inspired interface 简单来说就是受到与container的启发 提供了一些command 例如build、run 使得能够build出oclum的trustedimage 并且能够通过简单的指定entrypoint的形式 在enclave中运行一个我们指定的application 接下来我们将通过一个demo向大家展示 第一就是我们如何通过oclum的go-line的支持 来使得这个TEE保护的application 对用户applicationdeveloper以及info-owner之间完全透明 第二个我们通过模拟一个tacker的形式 向大家展示TEE是如何确保机密数据的可用不可见 可用不可供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demo 首先我们这里是我们之前提到的kmsplugin的 这个静态TEE的这个部署 我们部署了五个这个fakeTEE 然后我们看到它是9A8F的这个pattern 我们切换到另一个窗口 试图运行一个正常的kmsplugin 我们看到plugin已经运行起来了 可以从远端获取KT 并且开始了T的轮转 并且监听在本地的UDS上 然后我们切换回另一个攻击者窗口 攻击者是否先获取KMS sign的这个pid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pid的这个进程的这个内存分布 去内存分布 我们找到它的这个攻击者是否找到它的这个steptopaddress 然后通过自己的一个攻击程序去dump里面的数据 然后当它输入这个pid和这个steptopaddress以后 它就可以去看到里面的这些数据其实都是明文存储的 那么我们这时候再模拟另一个host上的 恶意儿的命 那其实可以用gcode的形式去直接dump kmsplugin进程的这个memory 然后我们在这个memory中去搜索9A8F 也就是刚才的那个settingkey的这个pattern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些对于这个admin来说 几乎就是暴露无遗 接下来让我们简单的来做一个这个环境清理 然后试图将同样的kmsplugin跑在auclum之中 首先我们写了一个脚本来简化过程 在运行这个kmsplugin中我们只是简单的将这个apg的configuration 这个copy到auclum的fs中 然后通过刚才的container这个interface 然后将auclum的run 使用auclum run将kmsplugin跑起来 同样我们切回这个攻击者的这个窗口 然后我们试图获取这个进程号 然后这是我们获取的是auclum run的进程号 然后我们同样看一下它的这个进程空间 由于enclv中的这个进程空间 是被这个在untrustedOS中 是被映射到一个devsgx之中的 所以我们试图去dump一下这里面的内容 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预测 显然是没有办法access了 那么同样在host端我们也试图去做一个dump 同样我们还是在dump出来的这个memory中 去寻找这9a8f的这个p的pattern 那么可以看到我们是没有办法找到这样的pattern 这时候我们切换回刚才的这个用户端 对于用户而言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te也是完全对它们是透明的 所以最后让我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首先我们在这个演讲中 我们提出了一个te-based的一个end-to-end的solution 主要是目的是保护governmental secret 在静态使用中和传输中的这个安全 同时我们通过引入auconLiveOS使得这个te的安全引入 对于applicationowner对于用户对于infoowner而言都是完全透明的 那么在蚂蚁这一套方案的状态是怎样的呢 首先te-based的kmspying我们已经在生产测试过程中 而te-based的这个hugging as a service我们也有生产的这个计划 对于secure kube control自身已经在蚂蚁落迹 te-based的secure kube control我们完成了poc 而APS server和其他的改动 我们都还在poc阶段 在可见的未来里 我们将继续我们的这个生产实践 并且将探索更多的这个cloud native与这个computential computing之间 可以交互的一些探索的点 我们还将就是总结对coinesis component之间的一些改动 以KEP的形式反馈给社区 使更多的人可以benefit到我们的改动 最后想特别强调的是上述工作是一个团队的work 在此我想特别感谢对上述工作做出贡献的蚂蚁和阿里的同学们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的演讲就到这里了 下面看一下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 谢谢 我好像看到一个问题说 典型的upstream kys是否可以投入生产 例如在您公司的环境中 准确的讲肯定是不能直接投入生产的 但是怎么说呢 upstream版本其实给的我们是一个reference design 所以在这个版本的基础上 会根据各个公司的需求去做一些改造 然后就可以投入生产了 我先回答一下另一个问题 说有调研过国内的可行计算技术吗 或者说选择te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方面 我本人其实是就是做可行计算技术的 然后选择te的主要原因 就这个topic在这里用的主要原因是希望就是增强 或者说提升Kubernetes自身的安全设备 就是将Kubernetes secret的保护 能够从它的生命周期的开始到结束 每一个部分都用这个可行计算技术或者说是te技术去保护起来 然后因为te它能够提供的这个安全的水准相对较高 因为它的那个trust model里面是只信任那个硬件或者只信任CPU的 所以说就是说在蚂蚁集团的那个use case里面 它对这个安全的要求相对较高 所以基于这个就是选择了这个te吧 然后我看一下第三个问题 就是性能上就是性能上会下降一些 因为这个te会就是如果te是有一个进出te的这样的一个e-call和o-call的 所以它的开销是比正常的这个syscall要大得多的 然后的话性能的话我们有大概测试过一下 但是数据上肯定是要差一些的 大概可能有个就要看具体的 就是如果不优化的话可能两倍都是有的 所以说但是可以做一定程度的优化 大概是这样